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 每尊佛都在念过去 现在 未来诸佛 所以表示说 每尊佛都是念佛 成佛 那我们引用这个阴光大师的开示 那结果呢 讲到这个 果银 陆敏银 结果这个公案呢 我们讲了讲个头 没讲为 所以怕有一些人误会 那个公案的真正的意思 所以有些同学说 何不再把它讲清楚一点 就把它讲完 所以我们就把上个礼拜没讲完 用几分钟把它补一下 那这一段 为什么会讲这个果银 这个著名名呢 那是因为阴光大师的开示里面讲说 念佛一法 是以如来万德鸿银为源 即使万德鸿鸣就是佛如来 果地的所证的无上诀 就是所谓的我们经常说的无量诀 这无量诀对我们来说是个因 因为我们没有证到无量诀 只有阿弥陀佛是真正的证到了无量诀 我们都只是听说而已 我们没有真正无量诀 所以那他就 阴光大师就解释说 尤其以果地诀为因地心 那这个念佛法门呢 就是用果地诀作为我们的因地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念佛号 这个佛号呢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诀 这个就是法障彼修所证得的这个佛果位 他就是证到无量诀 证到阿弥陀佛 那现在呢 我们要修行呢 念佛法门呢 就是利用这个阿弥陀佛 作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起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无量诀 因为一直提醒我们都会无量诀 将来有一天你就真的无量诀 你一直讲说我要无量诀 我要无量诀 然后呢 你所作所为都配合无量诀 有一天你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就证到了无量诀 那这个呢 就是以果地诀为因地心 你看我们在念佛 是不是念从心起 对不对啊 生从口出 然后因从而入 这个就是把阿弥陀佛 作为我们的因地心 因为我们念佛 就是念阿弥陀佛 用念阿弥陀佛提醒我们 不可以造作各种的恶业 所以呢 你就将来呢 就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所以呢 他这个阴光大师就讲说 故得应该国海 果策一年 这个八个字呢 是在华音经 这个应该是成观法师 他说的 那这个阴光大师引用他 应该国海 果策一年 这个八个字呢 其实很多人 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告诉你说 要怎么样了解最容易呢 先把这个海跟圆 把它勾出来 就先不要管它 先不要管这东西 海呢 就是 就是讲说 我们不是讲说 百川归大海吗 对不对啊 百川归大海 就是说 你看长江 黄河啊 什么珠江啊 所有江都流到海里面去 那海呢 就是结果 就是所有的这些水源 不管什么江 什么河啊 水都流到海里面去 所以 那这长江 黄河 珠江啊 什么叶江啊 这些江 西江 多 它都是叫做圆 它就是圆 就是水源嘛 就是 为什么要有海 就是有好多河川的水流到海里面去 所以 还是结果 那 那个 江跟河呢 是圆 水源 就是因 一个是因 一个果 所以我们如果先了解这个道理了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 应该果 应该果的意思说 你造作 这个身口意 造作善业 恶业 就将来就有可能 遭感到苦爆 热爆 苦热的果爆 你造了这个因 将来就有可能 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果 果爆 所以叫做应该果 就是 有因 就有可能会 遭感你得到果爆 这样的话就容易了 就是 就像因果嘛 就是你有因 就有可能 得到果爆 那我们为什么懂事加上一个得有可能呢 因为因缘法 你不是造任何一个因 都一个生一个果出来 没有这个事 那有些因 你碰到原 那正好因缘既足了 它就生出果来 所以我们讲说 因该果 就是你造了这些因 比如说 你喜欢杀生 喜欢吃海鲜 火海鲜 越火 越砰砰跳跳 你越喜欢 将来你就多病了 这就是你造了这个 这个吃海鲜 杀生的 一夜因 将来就可能 遭感你老年 的很多的病苦 就是应该果因 会产生 遭感一些果 那果策因 因呢 果策因是说 你从果上 然后呢 你就会追数 你就会追数 这个策呢 就是你可以追回去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果报 比如说 有些人赚钱很容易啊 我们一直在讲啊 有些人赚钱很辛苦啊 那你就要追数 为什么他赚钱很容易 你赚钱很辛苦 所以叫做果策因 就是说 你就会追数回去 我佛已经告诉你了 原来是因为 你以前非常的迁滩啊 一毛不拔 铁公鸡 所以你现在赚钱就很辛苦 这叫做果策因 你从你的果 来追数回去 你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就是果策因 好 那这个是 这个银公大师在解释说 我们念佛呢 就是这个道理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无量觉 你一直想说 我要无量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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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 你就真的无量觉了 这个就是 讲这个 以果地结为因地心 然后呢 那就是我们经常在讲 因年法的时候都会讲到 我们修因年法就是要修正念 正知 正念是什么呢 无量觉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随时随刻 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无量觉 那正知呢 就是念念觉 你随时随刻都要检查 我有没有在念阿弥陀佛 我心中有没有阿弥陀佛 叫做念念觉 正知是念念觉 然后这个正念呢 是无量觉 那这个是讲我们修念佛法门 跟这个因年法 我们把它配一配 然后呢 这个银公大师就 就举了例子了 他说啊 这念佛呢 念阿弥陀佛 将也会成佛呢 就像染香人生有香气 比如说一个人到了 这个比如说有些寺庙啊 烧好多好多香 有没有去过啊 这个寺庙有香好大一把一把的 这样一直烧啊 那很多香的味道 你如果在里边站久了呢 你出来啦 人家就闻到你有香的 就是这叫做如染香人 那你吃出来就有香的味道 那如果说有些人 是到那个人家吸烟的地方 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 如果一个小房间 好 大家都在吸烟 结果烟味好重啊 你在那边坐一会儿出来的话 你身上有没有烟味啊 就有烟味吗 这就是如染香人 那再过来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 如果银之柱明明 久则化之 这句话呢 应该是以前没有人讲过 但是英光大师这么说 就是果银之柱明明 然后呢 久而化之 那我说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 英光大师说的啦 那但是呢 这句话不是说 他当然是引用 以前人的公案 他引用 以前的人说的话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果银之柱 明明 就是果银啊 这只果银就大了这风啊 黑色的风 他经常会去抓一些 明明 就是这个明明 是一种一种像蝴蝶 鹅 鹅啊 蝴蝶啊 专门是在稻田里边 会吃这个 这个稻子的 的一种害童 那 那这个 他生出来的 是下了软呢 他会 下了软以后呢 他会 孵化了以后 就像这个样子 就是米宁子 这个就是米宁子 所以他叫 果银之柱明明 九折化之 那这句话的 真正的来源呢 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 那这个 其实为什么 英光导师要讲这样呢 他就讲到说 你如果 照一般人的理解 对这句话 果银 柱明明的理解的话呢 你如果一直想说 我要 我要无量节 我要无量节 就像讲 这个果银 对着这个 明明子说 你要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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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果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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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天 这个明明就变成果银 这是一种误解 这是 这是错误的 所以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这样讲 怕你以为是 真的是这样 没有可能 你想一想 英明法里边 有可能说 明明生的东西出来 你说像我像我 他就变成像 跟你一样 有没有可能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 但是 很多中国人认为可能 OK 我们就来看看 看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先讲说 英光大师为什么说 这么说 他说 因为你想一想 我们如果经常都能够 念佛就是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因从而入 一直都这样 保持这样 保持这样 那念佛人 念佛的人会不会 越来越像无量节 越来越像 不会去换错的人 你就一直都 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就这个道理 就是他的道理 这个果蝇 念这个米宁子 米宁子就变成果蝇 他是用这种观念 来解释这个道理 但是实际上 这个比喻应该是从 这个诗经小雅 小碗里边 有一句话叫做 米宁有子 果蝇负之 这个米宁 它下诞生 孵化成这个米宁子 那这个果蝇 经常就会把它抱走 果蝇就会把它抱走 抱回去它的草里边 它的泥巴做的草里边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小雅里边 有这么 有这样讲过 就是米宁有子 果蝇负之 米宁有子 就是米宁 浮出来的那个小米宁 米宁子 就被这个果蝇抓走 这样 那这个这句话 有没有错呢 这句话没有错 问题错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西岸的时候 有一个羊雄 这羊雄不是普通人 羊雄是一个大学问家 是一个医学家 又是一个文学家 又一个哲学家 是很有名的 一个很有头有脸的人 结果他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呢 他把他解释说 米宁子子 义而逢果蝇 柱子耶 雷我雷我 九则消之矣 他就把他解释成 刚才我说的 就是这个 这个果蝇把这个米宁子 这个夹回去他的槽里边 就一直跟他 一直跟他讲 这个义就是赐他 麻醉他 一直吃他 说你要像我 你要像我 你要像我 然后呢 他就把他解释成这样 结果呢 他说这个米宁竟然变成果蝇 所以这个是 所以真正的 错误的来源就是杨雄 那这个 我们就讲到说 这杨雄是了不起的 你看他的领悟 跟我们学佛人也很像 他没有学过佛 但是他领悟很像 你看他怎么说 人这性也善恶混 修其善 则为善人 修其恶 则为恶人 就是说一个人 可以变成善人 也可以变成恶人 那不是你一定要是恶人 也不是你一定要善人 是问题是 你可以变成善人 也可以变成恶人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 每一个人的本性都一样 都是有善有恶 你可以把自己 越来越变成一个大善人 也可以把他变成大恶人 他说 所以呢他讲说 善恶相混的人性呢 有待后天外塑性的教化 就是可塑性 就是说人呢 是可塑的 比如说一个人 你经常把他放在 这个寺庙里边 他做不了大坏事 那你如果把他放在 那个homeless的 那个街友的一堆里边 他可能就去做一些坏事 就是环境会影响他 那这个结果呢 这个杨雄这样解释说 这个果蝇把米宁变成果蝇 这事情呢 这个竟然啊 东汉的喜圣 说文解释 这说文解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著作 就是来解释各种 字的意思啊 词的意思啊 很有名的说文解释啊 他也他也这么说 他他就是 就是看果蝇 看那看这个杨雄说 他说果蝇啊 细腰 土风 就是说果蝇呢 实际上就是 你看他腰 你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他腰细不细啊 那叫做细腰 他就是一种风 一种风 但是叫做像一种 不是蜜蜂了 就是这种很细腰的风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说文解释就这么说了 他说天地是性 细腰 纯雄无子 他竟然 误以为这个杨雄说的是对的 所以呢 他说果蝇一定是全部都是公的 没有母 全部都是male 没有female 他就这么解释 所以呢 所以他就不会有 不会 不会 不会生下一代啊 没有 没有他的小孩啊 所以呢 他说 所以只好呢 他就把这个 敏宁的这个 敏宁子呢 把他抓回去 把他念念念 把他变成果蝇 他这样说啦 所以这个是一种 我们 依我们现在 常人来判断呢 你就知道说 这不太可能吧 对不对啊 你说 这个 比如说一个 非洲裔的小孩 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你就把他带回家 去做你的养子啦 所以你就讲说 你要变成黄色的时候 你要变成黄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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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一天就变成黄皮屋吗 不太可能啊 是不是呢 那这个呢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人家 后来就一讲到是敏宁 敏宁子就是表示说 是养子 就是从人家家里 抱回来养的小孩 叫做敏宁子 那后来呢 到了南北朝 就是梁武帝的时候 有一位医学家 我们刚才讲过 医学家 他叫做陶红锦 这个人呢 是个道士 他学道的 道家 然后他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哲学家 所以梁武帝呢 他本来就是朋友 他跟梁武帝 本来就是朋友 那后来梁武帝 做皇帝了 这个他做了皇帝以后呢 他有疑问呢 他以前什么问题 都去请教这个陶红锦啊 他做皇帝以后呢 有问题 还是要去找这个陶红锦 他叫陶红锦到宫里边 去当官 陶红锦不肯啊 所以他每次就托人去 写信去问他说 你看这事情我要怎么办 这事情要怎么办 所以人家就称这个陶红锦 是梁武帝的三宗宰相 就在山里边 但实际上呢 他做工作像做梁武帝的宰相一样啊 然后呢 他对于这个陶红的说法呢 存疑 所以呢 他就去查了很多的书 果真大家的书 很多书都是引用陶红锦说的 都是这么说 结果呢 陶红锦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啊 他想说这不太可能啊 怎么会说 敏银把他念 他变成果银呢 对不对 这长得完全不像啊 他就不信 他就是去好好的去观察 这个果银生长的状况 结果呢 他发现说 这个果银 把他念一念变成敏银 变成敏银 这个事情呢 根本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说法 因为这不可能的嘛 这个陶红锦就这么说了 就是不可能 因为呢 他发现什么呢 这个果银把这个敏银子 抱回家是要做什么 那不是要把他念变成他的儿子啊 他是要给他的果银的儿子吃啊 所以呢 这个果银呢 是他把银产在一个泥巴做的窝里边 然后呢 这个银呢 它产在哪里呢 把这个银就产在这个敏银的身上 所以呢 这个敏银呢 这个果银七天就孵化 就产卵七天就孵化 孵化以后呢 他要吃东西啊 有小果银啊 那小果银吃什么呢 就吃敏银 所以他抓回去 这些敏银子是要给做什么用的呢 是要给他的小果银吃 这个小果银的大部分呢 差不多八天 他从孵化出来 八天呢 他就可以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飞啊 自己可以去觅食啊 那因为这八天他怎么呢 他就吃那个 就吃那个敏银子 那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 果银啊 不只抓一条敏银子啊 他有时候可以抓一二十条 因为他怕他的小果银 东西不过吃啊 所以他就抓一二十条 放在里面 所以那当然 他有时候 他生的小果银不是只有一只嘛 也许好几只果银啊 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公案 我们讲开了以后 你就知道说 这个说敏银是个养子 做人家的养子 给人家变成 把敏银变成果银这件事情 不是真的 OK 你不能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讲到说 难怪世尊会在 葛拉玛经就教我们说 不可以轻易的相信 任何一个 所谓的权威 他很有名 他很有学问 他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他 所以他讲的一定是真的 这样对不对 世尊告诉你说 这就是一次 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 很有名名人讲的话 你都可以存疑 不是说都不要相信 你存疑不是说 全部都不相信 比如说法师讲 你都不相信 这也不对 那就不对 但是你不能讲 法师讲了你都相信 这也不对 我们说不可以轻易的都相信 我们都可以存疑 这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把这个上个礼拜补充一下 今天我们要来 讲一个新的经文 新的经文是这样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 于是 世尊告阿难言 迎合阿难 诸天交儒来问佛爷 就问说这个阿难 你知道迎合阿难的意思说 阿难怎么样啊 你说说看啊 懂吗 就是世尊就是很和蔼 就像朋友一样 就是跟阿难讲说 阿难你说说看 你会问这么好的问题 这么会问你 是不是有天人 有天人来教你怎么问的 或者叫你来问的 这样懂不懂意思 这是佛陀来问阿难 你为什么会懂得说 是不是每尊佛都在念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每尊佛都是佛佛相念 你怎么会问这么好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念佛成佛 那你怎么懂得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尊是要来问阿难说 是不是别人教你的 你自己有这么聪明吗 有这么聪明 你会问这问题吗 这是那这个丁福宝基士 就引用会书 他说仪式 为什么讲仪式呢 就是当阿难问完说 每尊佛是不是佛佛都在相念呢 都在念三世诸佛呢 这个就是仪式的说 当阿难问完了以后 仪式就是佛头就问阿难说 是不是人家教你来问的 人家教你问的吗 这个再过来说 其实这个会书讲说 佛自无不照 说佛的智慧哪有没有办法 知道说阿难是自己来问的 还是别人请他来问的呢 你想佛会不知道吗 我不可能不知道啊 但是我为什么故意这样问 这个就是 他说佛自无不照 佛头什么都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 有没有人家教他 然后他说 岂不知其所有也 就是说难道他不知道 真正阿难问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吗 由来是什么吗 他是怎么问的呢 为什么会问的呢 所以佛头是知而顾问 持包来问顾也 知而顾问就说 可见佛头是明明知道 是阿难自己问的 他还讲说 是不是谁能教你问的 那为什么故意要这样呢 就是为了要彰显 要来赞叹 要来这个表扬 那大陆人是不是讲说 表扬在说飘扬 说飘扬 就是要表扬这个阿难 说真聪明 好会问问题 很会问问题 问问题不是简单的事 问问题要 会问问题 要有智慧才能问问题 所以呢 就是持包来问 就是说 他是要制造一个 制造一个 一个源 来让阿难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问的 不是叫人家叫我问的 你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佛才讲说 哎呀阿难你真行 你真有智慧 问这个问题 问得太好了 所以呢 这一段就是说 明知顾问 持包来问 就是他未来要制造 就是造一个 人家打排球听过吗 或者打篮球 人家是不是有球员 就把球丢到容易丢的地方 让别人去把它丢进去篮框里边 那么制造这个 让人家得分的机会 就是这个道理 叫做持包来问 他故意制造机会 来赞叹阿难存成 我这边呢 就是把它注明一下 就是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四尊借机来包奖 善良阿难 很会问问题 就是善问 然后让当来无量众生 因此问 因问此 净土法门而得 有机会 可以用修念佛法门 而脱离三界六道 那功德很大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包这个字 来看这个包这个字 你看这个包这个字 好 来看这个包 看起来不是很大 这是一件大的 宽的袍衣服 衣服 很宽的袍子 大家经过袍子吧 穿袍子吗 里边有没有一个小衣服 里边一个小衣服 大家看到这个里边 有一个小衣服 那就是大袍子 包着一个小衣服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到说 这个量大 你福报 要能够包容人家 你才有可能变成伟大的人 如果不能够包容人家 你就不可能变成伟大的人 所以比如说一个 像我们都知道 信仁法师是在当今 佛教界里面 成就最了不起的一位法师 他就是 他就是信仰很大 我听了一个 就是故事 就是有人告诉我说 有一次开会 结果呢 这个 人家讲什么意见 什么什么意见 什么意见 结果呢 底下意见不一样 那这个姓云 法师就赞叹 这个人 那个人是跟 跟这个 这个法师 是不同意见的 他就赞叹这个 信仁法师赞叹这个 另外那个 没有被赞叹的人 被采取的人 竟然拿开会的这些资料 一下就 一下甩到这个 信仁的身上去 连上来 信仁有没有 因为这样就不用他 没有啊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个真的要做一个 大领导人 要有信量 不然有些人想说 哇 你这小徒弟竟然敢对 老师父这个样子 是不是 从此以后 你给我滚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是 信仁大师 就不如是 这真的是 这就是所谓的 这种 这个大 大袍子 包小衣服 就是要能够包容 包容各种不同的人 有些脾气就很大 那没办法了 那他 但是他又有才干 所以他就包容他 那现在呢 接着呢 丁虎宝呢 就来解释 说 那一讲到说 天 是不是 这个 诸天 他不是讲说 经文是讲说 诸天 来 教你来问的吗 那这个 丁虎宝就讲说 那个这个诸天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 我们学佛的人 总要有一点常识 如果人家讲诸天 你知道诸天是什么吗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比较 佛写常识 但是讲到这天道 你现在不要认为说 这天道是佛陀说的 这天道是佛陀之前 印度就都都知道 因为印度他们有修这个定功 修这个禅定 所以只要有禅定人 都可以 都可以看到六道 就是第一道他也看得见 恶鬼 畜生 还有天 天人 阿修罗 他们都看得见 所以这个天呢 关里天是很早就有 不是佛陀 有佛教以后 佛陀才说的 不是啊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讲到这 一般说起来 这个是丁虎宝记事说的 天呢 大概有讲五种天 一般说起来讲五种天 那你至少有一个常识吗 不要像有一个法师 不是讲说 哎呀 这个诸天 总共呢 天呢 有三十三天 笑掉大雅 三十三天是只有 道立天就要三十三天 那不是讲说 天有三十三 这个三成天 天是有二十八成天 但是讲三十三天 讲的是 道立天 所以你如果讲说 哎呀 天有三十三天 人家笑掉大雅 因为你只有讲道立天 就是六一天里边的一个天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丁虎宝记事怎么解释 他说天有五种 一个是人王耶 明四天 三界诸天明生天 四国知佛明镜天 菩萨明一天 如来明第一天 今别子生天 所以他说天虽然有五种 那刚才这个佛问这个阿难说 是诸天教你的吗 佛在讲这个诸天的时候 是专门指着圣天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什么圣天 什么叫圣天 那再过来我们就来看 他说这个 什么叫圣天 那这个 对不起 我还没讲完 因为这个是丁虎宝记事 在解释说 佛陀所谓的诸天 指的就是生天 那生天就是指三界诸天 就是一界 色界 无色界 诸天 三界总共有几成天呢 有二十八成天 三界 我们天有二十八成 那一界有六成 色界有十八成 那无色界有四成 所以合起来就二十八 那他说其他呢 有时候也有讲其他的天 叫做日天 也要讲月天 还要讲伪陀天 各种天 那都是指着某一些特殊的天神而说的 他不是真的有制成一个体系 他只是一尊天神的名称 就是说天 日天 夜天 围托天 那这边呢 讲说集诸天部 那他刚才讲二十八成天 再加上其他的这些 什么日天 夜天 围托天 什么天 这些合起来呢 我们统共都称它为天部 看到这天部 就是所有天 只要是天 就是天部 那所以天部包括什么 二十八成天 跟什么日天 夜天 尾头天 这样 那我们就讲到说 天部呢 是天界众生的总称 注意诸天界的友情 所以只要在天界 刚才讲二十八成天里边的友情 所以这个大家听清楚 友情就是众生的意思 他还是众生 友情 所以天我们就讲天部 有时候讲天道的众生 然后加上这个龙 加上夜叉 加上钱他婆 加上阿修罗 加上加罗罗 加上锦纳罗 加上摩 和罗加 合起来 我们就称它为天龙八 天是一种 总共有八种 天是一种 加龙 那等等 叫做等的意思是说 还有六种 刚才讲的六种 比如说夜叉 夜叉就是很难看的鬼 很丑的鬼 这个钱大婆 就是她会全身放香气 就是喜欢闻香 然后也放香气 那个香神 有时候叫做夜神 他会演奏音乐 这钱大婆 也叫做幻师 我们不是讲说钱大婆城吗 大家知道海事圣楼 听过吗 海事圣楼就是海上看到有一些道影 叫海事圣楼 所以这讲钱大婆城 就讲钱大婆城 再过来 阿修罗都知道飞天 为什么要讲飞天呢 他说有天的福报 但是没有天的德行 阿修罗脾气很大 基督心很重 德行不如天 叫飞天 加罗罗叫做大鹏金赤鸟 吉那罗就是歌乐神 就是专门在演奏夜系的 帮着天地 四体幻音 他们天人演奏音乐 还有摩 活楼家 就是大蟒子 所以这个合起来叫做天龙八部 因为以前杜师兄还问过 那什么叫天龙八部 就是天龙 再加上六种 这奇奇怪怪的鬼神 喝起来就天龙八部 然后再过来 专门师有解释说 什么叫叫呢 就告语 就是人家教你什么东西 教你什么 叫做告语 也叫做令你的意思 就是叫你去 比如说叫某某人去 这样做吗 叫人家去 然后就在阿难 摒摆他所见所念所问后 活土很慈悲 带着奖励性的问阿难 你刚才问佛的话 真是有智慧 有见地的人 才能够问得出来的 所以我才会问你说 是你自己问的吗 还是诸天教你问的呢 再把这个地方再解释 这么一次 再过来讲说 天呢 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下 天有五种 我们把它解释一下 第一个叫四天 四天人往叫四天 的意思就是什么 人中之王 那比如说皇帝 他为了要统治臣民 他讲说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天人派我来的 懂吗 是天人派我来的 所以呢 我是天子 就天子 就像耶稣 耶稣是耶和华的 是不是 耶和华的 我搞不清楚 好像是 好像是 对吧 对啊 对啊 你就这个样子 耶稣会讲说 我是 耶和华派我下来的 那这个皇帝是讲说 我是天到 天从天上下来 统治你们的 所以你跟我不一样 你要接受我统治 所以叫做四天 四天的天 那这个呢 就是 讲到说 从秦始亡以后 所有皇帝都自己称之 他自己是天子 是天上派下来的儿子 那他说 相同的意思 像蚕羽 匈奴主的领袖 就国王 皇帝叫做蚕羽 他不叫做天子 他叫蚕羽 那这个日本呢 他们的皇帝叫什么 天皇 听过吧 日本天皇 听过 然后呢 蒙古主的 什么成吉思汉呢 叫做可汉 这些的名称 都是跟刚才讲的天子 是一样的 这是皇帝的意思 现在来解释 第二种 刚才是讲这个 四天嘛 现在讲生天 这就是我们 这一段经文里边 所谓的诸天的意思 就是生天 这生天呢 三界诸天 叫做生天 为什么叫生天呢 众生可以生的 可以生去的天 众生生得去的天 叫做生天 我们环乎 你只要修十善业道 你就有可能 生到天上去 你要修禅定 就可以生到更高的地方 那他就讲说 所以生天 从四王天 最低的开始算 一直算到什么 飞翔 飞翔处天 就是五色节 这个就总共有二十八层 这个就是讲到生天 那我们先讲六亿 一界呢 一界有六天 就从四王天 一直到这个 你看四王天 刀利天 叶摩天 朵帅天 化乐天 塔花之在天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生上去呢 就是素修十善 得起上者 叶种成熟 就可以生上去 所以你修这个十善业道 那你修得业 业纯 修得业好 你生的那个天 就业高 就业高了 生的业高 那我们又讲说 很多为什么喜欢升天呢 人家问你啊 人家问你说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升天 那你总说 我怎么知道 不行 你学了佛拉 就要告诉他说 因为呢 就六亿天 比我们人呢 有三个 三个好处 所以人家要升天 三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到天道去化身 你不用投胎到 妈妈肚子里边 蹲十个月 他都是化身的 生了就化身 懂吗 所以比我们做人好一点 做人要 要在妈妈肚子里边 蹲十个月出来的时候 还很辛苦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升到天的话 就不用太生 第二个就是身上 就是这个天人的身 身相呢 非常的庄严 天人的庄严 又长得又高啊 然后呢 就是很庄严 就是很好看啊 这样 然后呢 也没有 不会有痰 也不会流鼻涕 也不会有精 也不会有咸 口水 也不会流口水 也不用大小便 所以呢 这个天比我们人道 好多了吧 所以人家要去 你也应该想说 是应该去 因为那你 总理我们这里 长得好看 然后呢 身体呢 不会这么出众 再过了 第三 因为第一个是化身 第二个是身 长得很庄严 第三个呢 就是衣食 衣食呢 师之自自 宫殿受用现成 就是你呢 到了天上去 你不用去上班 赚钱买食物啊 买衣服都不用 因为到那边 就自然福报 就来 叫做天衣无缝啊 听过这句话吗 天衣无缝 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天衣无缝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啊 天人穿衣服不用缝 懂吗 就是你说要了 就上去了 不用去 不要叫台湖电器啊 叫这工厂去帮你制作 叫做天衣无缝 所以后来 人家不懂这意思 就讲说 哎呀 这个人做得好精密啊 人家都找不到毛病 叫做天衣无缝 这是错误的解释啊 不是这个 天衣无缝 到了天上去 你要穿衣服 不需要去 请裁缝师啦 要穿就有啦 所以到那边 衣食很方便 那这边呢 特别特别讲一下说 天道跟人道呢 有多大的差别呢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三个以外呢 他就讲说 他说不像 不像什么呢 不像这个北济如舟啊 岂之以植物有险不便 就讲说说 我们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有四大舟嘛 就是东圣神舟 伊牛鹤舟 南散步舟 北济如舟 这北济如舟的这些动作 也是人类哦 他也是人类 但是福报很大 你看他这个福报 这个北济如舟 福报有多大呢 你看配合自由 而你公益 这是男女 你看上谁 你就去做 想做的事情 随便 人你看到就行 唯独的是说 你如果跟他 他是你儿子 或者是你妈妈 那就不行 那就说 你看到谁了 找了一棵树 树就自然就垂下来 就把你围起来 然后呢 就有床 这是第一个 这是北济如舟 那儿女公益 就是说 但是你生小孩 七天就生了 生了小孩以后呢 你不用养 你就把他放在十字路口 放在十字路口 任何人经过的话呢 手指呢 就把他拖到他的嘴巴里边 小孩啊 然后呢 就有奶可以吃 懂吗 那过去的就这样 就插进去 所以八天以后 他就变成大人了 他就开始到处 到处去走路 这就是北济如舟的人 这个是第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用去找东西吃 到处都可以有东西吃 你喜欢吃饭吗 没问题 你喜欢吃水果吗 没问题 你喜欢吃菜 没问题 那你不吃肉了 北济如舟很不吃肉 他就是吃素 随时随刻都可以找到吃的 再过来就讲到说 那里的人呢 因为你不需要积蓄嘛 你不要去争夺之言啊 你要就有啦 所以呢 那里人就不会有脱道啦 不会有抢劫啦 不会有坏人啦 所以呢 那里的人呢 就是 他讲到说 寿命呢 每一个人一生下来 一定 一定活一千岁 不像我们人类啊 我们 我们就是 有些人活一岁都不到 有些人活一百多岁 对不对啊 那 北济如舟人都是 全部都是 千变离离 每一个都是一千岁 那 死了呢 也没有人在担心死了 因为他死了以后就升天了 就比现在还更好 所以他们就知道 所以他们都不怕死 那一千岁到了 就死了 就升天了 那这个呢 是在解释这个北济如舟啦 他说 所以呢 这个天界呢 比北济如舟的人还要好 还有福报 这样懂吗 这是第一个 他说 第二个呢 他有讲到说 天界呢 无论南善部舟 需带 贫手之主 贫手之主 大家听过吗 贫手之主 这个英文 那个 给你念一次吧 大声一点 大声 这叫做贫手之主 就是 手啊 很认真去工作 结果都长出茧来 都硬皮啊 懂吗 脚呢 也都是赤脚去走路 脚底都长硬皮 再叫做贫手之主 他说啊 南善部舟就是我们 南无盐无底 就是我们地球 地球的人呢 未来要谋生 要去工作啊 做着手的手 都齐茧啊 脚也齐茧啊 都出手出脚的 他说 在天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到天上去 以死 随死都有 对不对啊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再过来就讲到说 这讲到盐护体呢 我们要认识 就是我们的地球 他说 是在须弥山的南方 这个州呢 因为这个州盛产盐护树 这盐护树就像这样子 因为当时佛陀在讲经在印度 所以呢 佛陀举的树呢 都是举印度的树 印度就有这种树 印度这种树 你看这个都是那叶子都很粗的 很厚的 那它长出来的果子呢 是可以吃的 这个是药 可以治糖尿病 还可以治肝病 所以这个叫做盐护树 那就讲到说 在印度呢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树 那还有呢 他说这个我们盐护体呢 就是我们地球 还盛产这个盐护金 什么叫盐护护金 我们在佛经到处都看到说 要佛的身相 身皮肤像 盐护弹金 这盐护弹金就是说 黄金的颜色呢 非常的亮丽 而且呢 还有一点点紫气 紫色的 purple的这种感觉 所以那个 黄金的颜色非常好看 那为什么叫做盐护弹金呢 就是 这个金是从哪里掏出来的呢 是河流 经过盐护树的树林 盐护树的树林 好多好多盐护树 那如果里边有河流啊 这河流里边有 有金砂 金的矿砂 就是散的 里边有金 你把它捞起来的 练出来的黄金 叫做盐护弹金 就是河流流过这个 盐护树的树林 的河流里边 捞出来的金 叫做盐护弹金 那再过来就讲说 这个我们 这个南善布州的人呢 因为这个南善布州 挡得像车厢的样子 大概可能像现在 我们的minivan吧 是不是有点像minivan 所以呢 我们的人的脸 就有点像minivan 有没有 懂了吧 就这样 就是讲这样 那这个 因为像这个 这个北极如桌呢 它是方的 北极如桌的人都是方形的 脸都是方形的 因为它的州 它那州的地形 就是方形的 我们的是 它说是车厢形的 所以长出来 就是看起来 就是有点像minivan的 那个车厢的样子 好 那 再过来就讲到说 我们这边的人呢 人类呢 有特性 有特殊的地方 就是有思考的能力 有惭愧心 然后呢 又能够记忆 比如说你听了经 你会记下来 听了一些东西 学了一些东西 你上大学 念研究所 有些东西 你就记下来 所以你有记忆 然后呢 还可以修患形 患形就清净形 然后就是 这个 不做一些 脏脏的事情 清净形 还有 小永心 就是所谓的 这个 经常 愿意牺牲自己 来成就别人 还有呢 难形能形 难忍能忍 难过能受 所以呢 有修菩萨道的 本钱 你就适合于修菩萨道 所以 所以呢 有讲到说 我们在 南善部洲的人类 是超过 其他三洲的人类 甚至也还超过 诸天 天人 学佛的条件 不如我们 懂吗 因为天人 他就不会修 就不修患形 然后呢 天人 不太会记忆 他不太 他不太好 记忆 记性不好 然后呢 他也 天人呢 也不愿意忍受 各种的苦难 那所以 到天上去 要学佛 就很困难 所以 我们要学佛 一定要在人道里边 最适合 这个 这个 修行 那他讲人生 都长三洲半 人生三洲半 你 很多人不了解 什么三洲 走的意思是这样 从这边算起 从这弯的地方算起 算到 指尖 这样叫做一洲 懂吗 这样的一洲 那三洲半呢 这一洲大概是多少 男人女人不一样啊 他说可能45公分到55 那我们就用50公分来算 三洲就是150公分 那三洲半就是165公分 就是等于是 我们讲说170公分 人类 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差不多这样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 这个像 美国人啊 美国人平均身高 是1米75 就175公分 那 那他说 也有人 他讲说 人啊 人类呢 三洲半 也有人长四洲的 就是有四个洲 四个洲就是多少呢 就是200多公分 那有没有呢 有啊 像姚明就有了 姚明多少 229 姚明29 对不对 他就是四洲多了 这样多吗 那如果说 用55公分来算的话 姚明差不多是四洲 就是55乘四嘛 就220 然后他讲说 人道的众生呢 寿命大概100岁 所以美国 美国人平均寿命 大概多少 77.8 差不多 像我这个年纪 就是平均寿命 那 但是呢 他说中央者多 中央者是说 其中呢 很多人活不到77岁 对不对啊 有没有 都看过吧 很多人活不到77岁 叫中央者多 中间有央者的很多 有些人只活十几岁 有些人只活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对不对啊 所以中央者多 这是讲人道 我们就 因为他一讲到说 天道 有比人道好的 但是呢 我们就讲说 要修行要在人道 懂吗 刚才讲说 天道真的有很多 比人道好 很多条件比人道好 但是要修行 一定要在人道 那再过来 我们一讲到说 一讲到异界 你要知道什么叫异界啊 异界就是讲 你看 异界都包括六异天 还有呢 四大洲 就是我们刚才说 讲的三三部洲啦 北极如洲啦 东圣神洲跟犀牛鹤洲 还有阿修楼道 还有畜生道 二鬼道 第一道 所以合起来都叫做 异界 这都是有欲望的 就是有感情 有男女欲望的 有男女欲望的 就是异界 再过来就讲社界 社界呢 有十八天 那为什么讲社界呢 就是说 他虽然没有 没有这个欲望 就是 他不会再有男女的 淫逸 也不会想要吃东西 喝东西 他没有这个欲望 但是呢 他还是有色质 就是说 他还是会有 有辨爱 会有 会看起来 还是有形状 天人还是有形状 只是说 他的这个身体 身体很细 很细致 所以你不容易 摸不到啊 看不清楚 所以 所以他们是很细的 所以还是有色 那 但是 社界呢 就没有 没有男 男相跟女相 不会有男重 女重 全部都一相 在天界 再过来呢 就是讲到说 他们的宫殿都很高 然后当然 也是都是化生的 那我们就 也解释一下说 你看这个 一界只有六成天 二界有十八成 那他怎么算的呢 你看 孤禅有三成 二禅有三成 三禅有三成 所以总共有九成 可是呢 四禅呢 跑出九成来 你看 单单四禅就有九成 那为什么呢 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四禅呢 有 有这个三 这个 有四成 这个是凡夫 就是还不是 不是圣人 不是学佛有圣国的 圣人住的 有四成 就是福生天 福爱天 广果天 无想天 那这个呢 是凡夫住的 可是呢 另外呢 还有四成 其实应该 我们应该 讲到说 应该还有五成 才对 他说 无环天 无热天 善见天 善献天 这就今天 这五成呢 对啊 刚才四成加五成 就九成嘛 对啊 那这五成呢 我们叫做 五不环天 不环的意思 就是 不会再到人道来投生 叫做不环 不会再到人道来 里面投生的 叫做不环的 这个就是圣人 我们一般讲的 就是三国 这个 三国的圣人 好 那 我们 所以要对这个天 这个社系天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 其中有五成 就是凡夫 就算你生到四成天的 刚才讲的那些 没有正国的人呢 看不到这个 正圣国的人 因为正圣国的人 他们的身形 就算在同样在四成天 他也环路看不到 但是是 讲到 都是圣人住的地方 再过来讲这 无色界 无色界当然有四成天 这个 我想 就是表示说 他们都是 一般说的只有神士 不太有形状 但是其实呢 还是有形状 只是他 他身形物质太过于细 看不到 所以 讲说 讲说 无色界 那这个 讲到这个无色界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要 想一下 讲一下就是 上次有一个同修在问 说在金刚经里面讲 所有众生都要度 包括 有想 无想 对不对 有形 无形 有多角 扫角 全部都要度 其中有一个叫无想 他说 这无想 有无想 那既然没有思想 没有 没有思想 那他就是 他就是不是有情 无想 他不是问说 这不是有情的众生 对不对 他不应该归为众生 那为什么金刚经会讲说 也要度无想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他就有这五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顺便 跟大家讲一下 在讲无想的众生 就是指无色界的众生 这无色界众生 你看他们分成有三 有四种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有三种 那他就讲到说 这个呢 有想的众生呢 是在空无边处 就是 无色界的第一层 再过来呢 也会在第二层 是 无边处 那再过来 无想 就刚才我们说的无想 这个无想叫做 以无所有处理少想 不是真的都没有想 只是说 很少很少想 所以就叫做无想 那这个呢 最后一个呢 就是非有想 非无想 所以你看看 就是说有想 就是空无边处 是无边处 那无想呢 就是无所有处 无所有处 就是这一层天 就是 这个 无色界第三层的天 他几乎都没有 都没有在想 几乎都没有在想 那最后一个是 这个 灰灰 灰灰响处天 就最高的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 这个第四层 顺便讲一下说 无色界的天人呢 他福报很大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 在定中呢 他所有的福报呢 无的就散的呢 都报完了 所以等到他出定了 就是他这个定 撕掉了以后呢 他就剩下什么 恶业 所以无色界天人呢 他这个出定了以后 撕掉定以后 就掉到什么 三二道去 很多人讲说 这无色界的众生 怎么 这个一出来 都下三二道呢 因为他在 无色界的这个 享受这定的时候 把所有善的福报 全部想完 所以他出来 就掉了 剩下二的嘛 所以就掉到三二道 这个是 要这样讲 再过来他说 无色界的人呢 因为他都 他都不听经文法了 他也不会去 做任何的 这个善业啊 所以呢 他就只有消耗 就是比如说 你在营养存款 他只要一直提款 没有存钱 所以呢 他就不可能有进步 所以你在无色界里边 不可能成佛的 你不可能修行正佛 再过来就 四国知佛明禁天 就讲阿罗汉 跟这个披子佛 他们住的地方 叫做禁天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 方便友谊图 为什么叫做方便呢 因为他们是修方便道 就是没有彻底的 像佛正道的圆满佛 所以叫做方便道 所以叫方便 那友谊呢 就是表示 他还有货 没有断完 因为他只有断建士货 没有断成沙货 没有断无名货 所以友谊 懂吗 就是方便 就修方便道 但是呢 他后面断完 所以叫友谊 方便友谊图 那再过来是 菩萨呢 叫做一天 他是真正误解了 大乘生意的 这种 佛理 这就是十柱 就是原教十柱以上的菩萨 才叫做 他们就住在 这个叫做 我们叫做 十报庄严土 住在十报庄严土 所以是在就是要要正得法身大事的 才能够住在这个一天 那最后一个是第一天 那就是就是所谓的长级光净土 因为佛已经正得了法身 般若还有解脱 他三德都记住 所以他就正得在第一天 这个是介绍一下 顺便介绍一下日天 什么日天呢 当然这是印度的说法 所以在太阳里边有天人 不是太阳里边有天人 所以他们就住在太阳里边 他不怕热 那有人就讲说 他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听说就好了 这是印度人说的 印度人传说的 那什么叫夜天呢 刚才讲日天 现在讲夜天 就是在夜球里边 也有天人 那他们就是大四字菩萨的化身 所以他那边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大四字叫做宝极祥 宝极祥 所以有时候这个夜天 在夜球上的就是长耳 我们家讲奔业吗 对不对 就是那里就叫做宝极祥天 那那边听说有很多美女 所以讲法跟我们中国讲一样 所以夜球上有长耳对不对 讲法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这都是传说了 你不要信以为真 那再过来他不是要讲伟陀天吗 这伟陀天可以稍微讲一下 这伟陀天呢 伟陀其实最早是 婆罗门教里边大智在天 就是梵天大智在天的儿子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四见陀天 他说他有很了不起的神力 你看 这就是四见陀天 那这个雕像是在哪里呢 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这个雕像有多高你知道吗 有42.7公尺高 很高 42.7公尺 这就是四见陀天 那这个四见陀天 就是说写山神女跟师婆神 就是他们印度教的师婆神 他们生了小孩 因为他是天兵天将的大元帅 所以人家说他是一个大护法 因为他可以帅连或者统治天兵天将 所以他是一个大的有力的护法 所以人家就想到说四见陀天 就请他来到产护法 那实际上 这中国人讲的这个四见陀天 还不是 不是真的不是讲他 是讲谁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人讲的尾头 是讲的是南方增长天王 底下的八 他有八个将军 就是增长南方增长天王 我们在这四大天王 他有八将军 里边有一个 他有一个儿的一个将军 他专门修童真换行 就是专门修换行 他们没有结婚的了 再过来 他很认真 他很喜欢守护 生且就是佛弟子 然后对保护佛法 是真的是很尽心尽力 所以这个是南方增长天王 底下的一个将军 那他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伟坤 他也叫做伟 那刚才那为什么 会跟这个四见陀天 混在一起呢 因为人家在抄这个 四见陀天的时候 把这个剑呢 抄错了 抄成伟 把剑操成 变成伟陀天 这是后人操错 那结果呢 中国人想说 那既然他也是伟陀 那这个也是伟姓伟 那干脆就算同一个人好了 就当他做 请他当父皇 所以呢 就把他变成伟陀 那也 然后呢 那这个伟陀 甚至于后来 我们就把 把这个伟陀 写成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所以伟陀其实 到底有没有这个 这个人呢 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呢 是师婆神的儿子呢 还是增长天王的将军呢 那你也不用追究了 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你知道了就好 就说 他们都是很花心 很富华的 那这个 我们就讲到说 这个伟陀呢 我们称他为伟陀菩萨 那他 他花式 要付持 九百九十尊佛 都成佛了以后 他自己 才成佛 所以他最 就是我们 显结一千尊佛的 第一千尊 最后一尊 那他叫做 楼智 这个就是 鬼陀菩萨 那我们在 汉地 就是我们在 中国啦 就有挂单 你听过挂单没有 你没关系过 挂单过啊 就到人家 试验去住吗 就挂单 那就是表示说 佛士可以接纳 外地的生理 可以免费 师 这叫做挂单 那这个 那这个到底 你要到一个 博士去 或者一个道场去 要知道人家 会不会 让你挂单 你要看什么 看尾头像 尾头菩萨的像 要看尾头菩萨的像 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你看这个 你看他这个杵啊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杵 看到没有 他这个杵如果举着 躺在肩膀上的 就表示说 本道场很大 不怕你吃住 听懂吗 你可以 你来了 我的招待你 三天吃住免费 你有看到 尾头菩萨 举这个杵 就这样 就是表示 他会接纳你 容纳你 懂吗 供你吃住 三天三月 不用付钱啊 好 看第二尊 他把杵换成怎么样啊 是手 是盆着的 看到没有 那是横的啦 就告诉你说 我们这道场是 自大道场 是中道场 我们只 有能力可以 攻你吃住 一天 扛这样就三天 拿这样的话是一天 好 最后一个 你看这厨是怎么样啊 往下 就告诉你说 哎呀本道场是个小规模 就像我们洛杉矶进中学会啦 所以我们的尾头是怎么样 等一下不信的人 赶快去看看 我们的尾头 是怎么样的啊 那这样的 就告诉你说 对不起我 恕不 恕不这个 免费招待时速 这个小道场嘛 养不起这个大和尚 所以有没有这个常识呢 就是你要看 所以你去西来寺看 我 有没有 从哪一个人 从西来寺来的 他们尾头是怎么样 好 那因为一讲到这个 还有五分钟 我们就顺便讲说 那尾头另外一边是什么 截然菩萨 对不对 这截然菩萨呢 在佛经里面 在印度没有的 你看那个截然菩萨 就关于嘛 就关公嘛 印度哪有关公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水草以后才有的习俗 这是 听说啊 这个是跟 智者大师有关 但是是不是 传说是不是真的呢 也不可靠 也不可靠 我要先讲一说 传说是说 因为智者大师 在这个 在这个 一泉山 在荆州 就是河北的 河北荆州 荆州的 一泉山 在那边打坐 他想要在那边 这个建一个寺庙 结果呢 官公呢 就现行 来跟他讲说 我可以帮你 然后呢 后来呢 帮他 帮他建了这个 一泉山寺以后呢 他又来接受 这个智者大师 的这种 皈依 还要受五戒 然后呢 他说我发誓 以后呢 永远都要 这个 来付持 佛教 付持佛教 就是寺庙 他发誓这样 所以呢 后来他们 这个一泉山寺呢 就把这个 官公的像呢 说他已经发誓 将来要付持 寺庙 所以请他当我们的 护法 配上尾头 所以叫做 两护法嘛 配偷 跟 齐兰 那实际上呢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也有问题啦 所以呢 我就查了一下 其实呢 这个疫情是 本来 叫做 普敬安 是 普敬和尚 在这边 打坐十几年 那 因为 普敬和尚呢 有一次 帮助官公 透过一解 因为有人要 暗杀官公 结果普敬和尚 有功夫嘛 他知道 有人暗杀官公 就跟官公讲说 有人暗杀你 你赶快躲 结果躲过一截啊 那这个刘备呢 为了感恩 这个普敬和尚呢 普敬寡师 所以呢 就在他打坐的 那个疗坊那边 把他建了一个 建了一个庙 叫做 普敬安 那 所以实际上 这个疫情是 本来就已经有 有一个普敬安 这是刘备 懂吗 刘备 帮这个普敬华 是建的 那后来 智者大师 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 参学 打坐 所以呢 他在打坐 在那边打坐 然后就有人知道 这个智者大师 很了不起啊 所以就去参访 然后智者大师 跟这个隋阳帝 然后懂吗 隋文帝 第一个嘛 隋阳帝是第二个 就是杨广 很深的交情 他们 在杨广没有当 皇帝之前 他们叫好朋友 所以呢 这杨广知道 这个智者大师 喜欢那个 疫情 疫情山上面的 那个普敬安 他就 他当了皇帝以后 就说 哎 好了 你就在这里建一个 疫情寺好了 就疫情山上的 所以杨广呢 就给他钱 然后建了 在这个 疫情寺上面 就写一个 智者道场 就专门为智者大师建的 智者道场 然后挂在大雄宝殿 所以呢 那后来呢 这官公呢 就来这边呢 来 有一次智者大师 办大法会 然后呢 这个超度这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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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度中 然后呢 这个官公呢 就现行来参加 受菩萨界 所以呢 他就 也算是 归于这个 智者大师 懂吗 官公 真的也 算是归于智者大师 所以 后来呢 这个疫情寺开始就供奉 官公作为 伟统 显然菩萨 那这个是这样 来的 那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 疫情寺 就是智者大师 拿谁样地的钱 建的 所以我们就 把它解释一下 那实际上 这个官公呢 是本来啊 他是 他是来跟 普敬法师 显现 现灵的 他不是真的跟 智者法师 现灵的 他是跟普敬法师说 还我头来啊 普敬法师就说 哎呀 那你 人家 这个 是不是里蒙 看过三国演义的 是不是叫里蒙 里蒙把你的头砍下来 你叫我 叫这个里蒙把头还给你 那你 过五关 斩六将 你杀了多少人 把人家的头都杀掉了 人家也要跟你要 那你 你换他们 我换他们 你有办法 把头再把它换回去吗 这官公也不是个笨瓜 他想说说得也有理啊 我砍人家的头 没有办法把人家换回去 那人家砍了我头 就必须要把我换回来 因为这 这不通嘛 所以官公就这样 就悟到了 就是说 这个人各有命啊 都有各有意 所以这次 其实是普敬法师 开始官公 跟他 让他放下 就是不要再想要报仇 所以他才发心说 那我现在开始来 不辞佛教 因为普敬法师 他活着的时候 帮助他逃过死劫一劫吗 死了以后 又开导他 让他放下这个仇恨 所以呢 他很感激普敬法师 那这个 所以他就皈依 佛门 做佛门的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 为什么你们 在道场里面 要放官公呢 懂了没有 因为他发誓要 护持所有的 佛教 试验 所以我们就请他 当着父啊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